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在激烈的竞争中 什么决定了圣与败呢? 我们起思想历代之上第五章 这一章记录了河东两个半支派 吕变加德马拿西支派的历史 首先我们看到吕变支派 他原本是以色列的长子 应当可以成绩长子的祝福 但是很可惜 他误会了父亲的床行监营 于是长子的名分归给约瑟得着双倍的祝福 而君王的祝福给了尤达 而旅边的后代有约尔、有贝拉 他们住在哪里呢? 他们东到布拉大河在基地地 深处多,神祝福他们 而在扫罗年间他们也战胜了夏甲人 但到后来贝拉的时候 经历贝鲁 接下来加德支派 他的组长约尔跟亚西 他们住在巴山地 在伊罗伯安的时候 曾经入加普 而马来西班支派 有大能勇士有名者 住在巴山黑门山 这些的叙述为的是给伊斯拉当时的归回的人 找到自己的家谱 跟看到过往的祖宗的历史 而特别强调他们的得胜 得胜我们看到两个半支派 他们能够上战场的有四万四千七百六十人 而他们在战场上依靠神 神应允他们的祷告 因为征战出于神 神帮助他们胜过下甲人 掳掠 下甲人 并且住在敌人的地方 这是他们的得胜 但很可惜 他们后来离弃神 得罪神 谁从外邦行邪淫 而上帝就借着亚述王 把人掳到外邦 外邦之地 我们看到约旦河东这两个支派 曾经倚靠神而得胜 后来远离神 在北国亡国前十多年 他们就被掳 而离开了应许之地 这边我们看到 胜败的关键在哪里 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是我们是否倚靠神 是否单单的抓住神 两个半支派曾经倚靠神 得胜 但后来离开上帝 所以从外邦而经历刑罚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激烈的竞争中 不是靠势力才能 单单依靠主 我们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来看到圣洁的重要 来看到我们依靠神 祷告神的重要 主神救我们 脱离外邦的偶像 脱离一切的私欲 让我们尽力抓住神 靠神得胜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